因為高雄市的和文化爐 兩隻收本地的 兩隻收外線式的 因為台灣就只有他跟台北市有多 他只要一喊停 北中南全部靠那邊的人都死掉 所以就垃圾大戰 自己的垃圾要自己處理 果然 成績賣一句話 減燒外縣市垃圾 也讓各縣市政府的垃圾焚燒量不足的問題 再度浮上台面 別以為這跟你無關 相反的 這波垃圾大戰 正在衝擊你我的荷包 我們其實是突然收到了一封寒信 然後就是說 我們從下個月開始 我們就要漲50%的幅度 但是在議價的空間上面其實也沒有 他就是給你一天的時間去做反應 宋先生無奈地拿出業者來函表示 連到垃圾也變貴好多 如果不調賬管理費根本入不付出 他是從34000元漲到51000元 那差不多就已經將近快50% 至少是47%的漲幅 所以其實會比較難接受 對 而且馬上就要決定 是 最近民眾很有感的一件事就是垃圾清運漲價了 像我來到西北市的一處大樓 這邊是他們垃圾清運的地方 以這種大樓來說 這一年之內垃圾清運費呢 從2萬多 漲到了3萬多 到現在一口氣超過了5萬 很多住戶是不清楚為什麼漲價 但是因為要漲管理費 大家很有感 就只能漲管理費 然後再來如果像這種連社區的水肥 他其實都一樣他也要漲價的 水肥也要漲 對那還是從38000元漲到5萬6000元 那也是40幾% 將近50%的漲幅 因為現在這一連串引發的蠻嚴重的 價格 拉得很 拉得很高 很高 因為大家出不去啊 出不去這是一個供需的問題 源頭高雄為了改善空屋 要求環保局垃圾焚燒減量 2022年甚至還要再減3萬噸 讓中南部的垃圾四處流竄 事業費七五處理 從1公噸3000多元 甚至喊到了2萬塊 第一個就是工廠面臨垃圾無處去 前陣子就被堆在工廠裡頭堆了非常多 那所以業者就也是叫苦連天 各行各業 我接到的陳情各行各業都有 高雄突然發布的禁令 可以說是簽一髮動全身 連帶影響了桃園以南 中張頭到台南地區 事業費七五無法清運到高雄 價格翻倍漲 有的事業單位就是說 錢也不是問題 只要你可以幫我清運走就好 以桃園為例 一天約有100噸的缺口 工廠一度陷入了有錢 也請不到人清運的困境 只能要求員工帶垃圾回家 因為再堆下去連工廠都無法運作 議員批評政府要負最大的責任 可是都不被重視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一般老百姓看不到的 就現在的政府都喜歡做 看得到的 富力堂皇的 反而基礎工程都不做 這東西是一定要處理 一定要面對的 沒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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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今年十月份的廚餘 一個月不能用廚餘養豬的時候 桃園就發生了很多的問題啊 堆肥廠處理量能不足 桃園每天約有50噸的廚餘 倒進了野埋廠 又把廚餘通通都倒到 那個觀音保障垃圾野埋廠 而且是直接倒 然後連任何處理都沒有 對 所以污染水源 污染這個土壤 然後又造成民眾的這個 空氣的這個污染 這個太多問題了 觀音野埋廠 過去四年就曾經燒了三次 由於現場堆放大量的 還毅然被欺負 垃圾燃燒得迅速成一團大火球 從公安到污染 讓當地的居民相當憂心 對此桃園環保局表示 廚餘造成的髒亂已經解決 但是垃圾呢 這一次桃園觀音的垃圾野埋廠 自從上一次的廚餘事件之後 你看到這邊出入口 其實已經開始進行的管制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也進不去 不過根據當地居民所提供的照片顯示 這裡面有存放了 至少有超過20萬公噸的垃圾 那由於它這個外包裝 今年累月的已經殘破不堪 它又靠近海邊 所以這些四散的垃圾 也造成當地的二池污染 這就是破掉的 這都是破掉的 然後你看它跟海多近 對 它這邊就海啊 所以它就直接破了 然後就過來了 這就是這個問題 你看這是當時倒廚餘 這有廚餘啊 然後你看這垃圾 根據環團公布的資料 全台54處的濱海掩埋廠 其中39處包括了 觀音掩埋廠在內 屬於中高風險的場址 垃圾掩埋廠成了堆滯廠 超過7成的比例 垃圾恐怕流入海中 我個人就覺得說 桃園已經升個直轄市了 然後台灣已經說是我們 我們是算這個開發 已開發國家了 然後可是竟然在處理 這麼基礎的這個民生問題 可以處理的這麼糟糕 這表示政府以前 都不重視這一塊 不僅如此 業者無濟症說 近來台商回流設廠 導致事業廢棄物增加 蔡政府沒有及早部署 清運災難只會更亂 台商回流什麼 現在成本的貴 土地成本也貴 也缺水缺電 薪資現在又漲又高 又沒有外勞可以用 然後垃圾處理費又貴 那什麼便宜 如果你的東西是要進口的 運費又高 那你要什麼競爭力 連升產生的影響 就是收費不斷的提高 到最後一定會反映在 整個物價上面 行政部門應該要有一個 跨部會的一個處理跟聯繫 那麼有效來處理全台灣垃圾 焚化爐相關的一些問題 政府搞前瞻計畫花大錢 卻連焚化爐的問題都不解決 經濟部只會跨口台商回台的業績 面對垃圾的危機 卻拿不出辦法 酷的都是老百姓 這個政府真是夠了 。 小白 小白 什麼 五 九 五 一個 五 五